在我開始介紹的時候 我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OneNote 的部分你可以做筆記的 你可以針對這個教材 你們有沒有發現 你們右手邊這邊可以輸入筆記 對不對 你在這邊可以打很多個 打完了就按確定就好了 就按確定就可以了 比如說這裡 這個筆記你按確定之後 你要修改也可以 這邊可以再繼續修改 你也可以打第二個第三個 那平常如果你在看的時候 你覺得這樣 哇 稍微有擋到對不對 你可以把右手邊這個筆記把它藏起來 這樣子就比較乾淨一點 你下次你在看這一則教材的時候 你打開你的筆記就在裡面 這樣了解 事實上它還有一個叫熟寫筆記 不過這個如果你剛剛是用訪客 就不行 你必須要就是標準的 標準的那個才行 標準的那個帳號才行 這樣了解嗎 它收一些筆記就是 它會把你現在看到的這個畫面 抓下來 然後呢你就可以在上面用畫 像我現在在上面畫一樣 這樣OK齁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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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